我们先来介绍说在Symmetify里面 我们会介绍有哪些的功能 第一个是潜入HTML网页 第二是点选题 在第三多选题 在第四一对一的连结 第五图片的移动 第六填充题 最后我们再把它汇出成一本的电子数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 接着我们要介绍如何的制作 迁入HTML网页 然后有一边是网站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要查的是地址 也就是Google Map 好 那我们就从那个 迁入网页这边开始 好 那我们要输入我的网址 我们首先我们就要去查 我们从YouTube这边 我们先进行 我拿上送信 好 那我们就找这个动画 接着我们呼制 我把它呼制到这个 这个输入网址这边 好 那我们这样的他的 把我换 这是似乎是 你从来好的 好 那我们还是一样 好 我们就卡入这个 迁入 然后我们复制 再来那我们就按确定 好 那我们就按钮中的 那接着这个是另外一个 好那我们这个呢 我们就 我们就查我们学校的网址 好那我们就 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Google Map 好Google Map 我们就要使用的这个Map 然后我们也要输入地址 好那我们输入学校的地址 好学校是台南市有康区 阿尔坤大陆195号 好那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把它带入 好那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一栏 好那也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了我们背景音乐跟Youtube的互相冲突 所以我们就只好把背景音乐把它去掉 好那我们先看学校的 那似乎他没办法把它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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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似乎他没办法 好那似乎他没办法 好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功能就是没办法把这个玩页 然后把它放大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觉得是缺点 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就是 Sin Magic他的网站 有去查一下 已经确定他们的这个网页的大小就是在我们一开始 我们所设定的大小是一样 他没办法再变更 如果我们要变更就一开始就要把它大小把它放大 那如果是你希望是比较的比较大一点的话 一开始就用整个的他的他的页面 好那现在已经知道是这样子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是那个单选题 单选题 好那在这个单选题里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Green是绿色 然后如果很明显的是BlueHoray的话 就会出现了错误的信息 告知是错误 如果是Green 他就会告诉你是正确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他有就是这个模组 好那他有包括有这些的功能 我们要的是点选题 好那有两个 就是就我们刚才知道有正确跟错误 好那我们先要点的是正确 那我们知道Green是正确 我们就把它框起来 好那接下来是错误 好其他这两个是错误的 好还要再选一次 好那选完以后 我们就要就是要告知正确有错误 好那这是错误的讯息 好那我们就到提示的设定这边 我们选的就是实用档案连结 好奇怪 这边他不出现 好那我们做正确看看 那也是一样 这不动 好那我的系统现在目前好像有点状况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就去就是把我们的错误的讯息把它 好那我们的这个呢 先暂时的我打电话给新卖觉 然后请他们帮我们处理事情是为什么 没办法的他的那个浏览的那个没办法的叫出来 好那我们就先暂时我们就做到这里 好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把刚才没有讲完的 也就是说 如果选的是Green的话 就会出现正确的的信息 如果是选择是Red or Blue 就会出现错误的信息 好那我们看你要怎么制作呢 我们就点选错误的信息 然后在这一个 好然后呢 那我们是要使用档案的来显示错误的信息 然后再按确定 好然后呢从浏览这边呢 我们就找到我们要的那个 这个错误信息的图 对不起 我应该是在素材 好 我是错误 就是已经答错了 好 再按确定 好那接着是正确的 好那也是一样 正确也是点选是使用档案的连结的设定 好 然后再按确定 然后呢从素材库我们找正确的 好 就是您答对了 好再按确定 好那已经做完了 我们就回到 我们顺便的加入那个 回到那个目录那边 好那就是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插入图片 好那就是提示的按钮 接着呢 我们就选这个关闭 好 然后把这个呢 把它移到我们的右手边 好那接着呢 就是超连结 好那我们要跳转的页面是回到我们的目录设定 好现在呢我们就到预览这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说我们点错的 好你答错了 好我们再 点写正确你答对了 可是现在问题它跳到下一个 好这个是稍微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我们希望是 看来它是 题目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好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好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需要做这一步 我们把它删除 好那我们还是一样 这样我们再去做一次 我们就是点写正确的 好 接着把它关起来 它就跳到下一个 所以这样子的话比较快 就节省时间 好 我们就这个 我们先讲到这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多选题 刚才是单选 现在我们多选 好那也是一样 就是从我们的测验的模组这边 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单选题 好 然后我们再就是点选是正确 好 因为我们的 我们这个题目就是 要从ABCD这样子的字母的正 正确的顺序 然后我们也是按照它的顺序来点选 好 第一个是A 然后在第二个正确框 正要正确框是B 好 再点选正确框 第三个呢是C 好 再呢 第四个是D 好 那这样都点选它的顺序 我们可以看出 一二三四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 先点选错误的讯息 好 好 那我们就从素材库 嗯 抓出错误的 我们这次呢 我们要抓这个好了 好 然后正确的呢 也是从素材库去抓 好 我们就抓这个 好 那接着呢 好 我们就来预论 看一下 我们的 我们选错的好了 所以它就 你答错了 再试一次 好 我们先选 再也错了 再B 好 C 等 2 这样就答对了 好 那它就跳到下一页 好 那我们 回到编辑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年龄康的 一对一的连接 好 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点选 那个 测验模组的年龄康 好 它就出现了 这两个一个正确 正确框跟连接器 好 那我们就点选 正确 正确框 就像说 A要连到这小A 大A连到小A 所以我们就先选大A 再呢 正确呢 选小A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按连接器 从大A把它移到小A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互动的幻象 它有 我们现在是双向 然后呢 如果是单向就是 你只能是从A 大A 直向小A 好 那我们把它改过来 就是跟刚才的一样 把A 先是双向 也就是我们从小A 直向 大A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就来做V 也是一样 先选正确框 好 接着呢 就是我们的连接器 因为它现在都是双向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更改它的方向 好 那接着呢 还是C 我们的第三个 然后呢 再就是C 好 然后连接器 把C跟C连接在一起 然后接着就是正确的讯息 对不起 应该是五彩库 好 这是正确 我们找一个 然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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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 那已經做好了 我們就來預覽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大家抽我好了 好 You are right 做對了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 我們這一個就是 一對一的連結 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圖片的移動 好 那我們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是選的是我們的 測驗模組裡面的連連看 好 它就會產生了這兩個 一個正確框跟的連接器 好 那我們先用正確框 我們先將的圖片把它插進來 我們先點選的插入圖片 好 先將這個ABC這三個的字 字的圖 我們把它帶入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將ABC呢 按照它的順序 把它排好 接著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將這個A呢 把它換到這個A 把B呢 移到 到B的地方 C呢 移到C 然後呢 我們也要它放的正確的是位置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先的點選我們的正確框 先將下面的這個 先把它選起來 好 選完以後呢 為了要將A呢 移動到這邊 我們就用連接器 好 接著第二個就是 好 在C呢 就直接 就 換到這個C的位置 好 那 最後呢 我們要做的是 要出現正確還錯誤的訊息 我們先的找錯誤的訊息 好 那 解囖是出現正確的訊息 B 那做好了 我們就來預覽 我們看看 好 我們把A呢 把它換到A C 我們試試看 它會出現從 而且呢 它會回到的正確 原先的位置 好 我們把C呢 換進來 再把B 換進來 好 最後呢 它會出現 You are right 不錯 對了 對了 好 那我們 這部分呢 我們就先做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填充體 好 那 填充體也是一樣 我們從測驗的模組裡面找出一個填充體 好 好 好 那 我們這點選填充體 它就會帶出一個輸入區 好 那我們這就點選一個輸入區 然後呢 我們 我們就 將要輸入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 選出來 然後呢 我們 接著就是在這邊 我們要打的 我們知道的 這是一隻兔子 我們打 Rabbit R-A B-B-I-T 好 這叫兔子 好 它有說大小學需要相符 如果是你一開始寫的是大B 好 那我們試試看 我們就按確定 好 然後呢 接著呢 我們就根據這個 我們要出現的錯誤的訊息 我們就挑一個 這一次我們要挑這一個好了 好 接著是正確 好 接著是正確 好 調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 預覽 好 好 那我們這 我們就打 我們就打 Cat 毛 我們看看 把它都順 打錯了 請再想想看 好 那我們就打正確的 R-A B-B-I-T 應該R是要大學 對我們現在是用小鞋 可是呢 它還說 不是正確的 我們再做一次 好 似乎它大小鞋都沒有錯到一下 好 那我們這樣就做完了 我們把這個把它刪除 因為我覺得我剛剛看到的 因為我沒有點選大小鞋需要相符 所以就沒有收到 好 好 那我們的點選大小鞋 一定要按照這個 大鞋就是大鞋 小鞋就是小鞋 好 那我們再繼續 好 這樣就從五 我們把它變成正確 好 可是也奇怪 正確它竟然沒有出現正確的訊息 好 我們再回去 就是 再把它補回來 就是填從底這邊的正確的訊息 好 好 那我們再做一次 好 這樣是錯誤的 我們把它改正 我們把它改正 把它改正 好 這樣它就算到對 好 這樣就OK了 我們就回到 編輯 好 好 那我們的這個 填從體 我們就做到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 我們這個電子書 我們大概都已經製作完成 好 那我們的 怎麼把它揮出成一個電子書 好 那我們把那個 我們的檔案的名字 我們換了 我們就再多加一個123 然後呢 我們的這一個的資料 資料夾會儲存在這個 mywork的ebook 123 裡面 然後 接下來揮出 我們的翻頁是 看你是要的左轉 或者是右轉 好 這樣子就是左轉 然後呢 在PC版的電子書 我們就選了html5的壓縮的格式 好 那這樣就 我們就 點那個 配出了 好 大概需要一些的時間 好 那揮出成功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打開 然後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看到 就是放在我們的 西轉的 mywork 好 是在西轉 也就是 然後 mywork 然後 就是ebook 要 1 2 3 好 然後呢 還要點選 html5 就是資料夾 然後 那我們要打開 就是這一個 因為是html 的程式 他是 把它用html的語言來寫的 好 那我們就 用我們的 IE 就是 Internet Explorer 把它打開 的這個browser 好 好 那我們就 好 我們點選 換燈片 然後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轉 好 那 我們 這個 我們就 做到這邊 做一個 做一個 的 我們可以 做一個 的 我們可以